37. 明報 白領平均月入6320元北京最高 2015年7月14日中國A19 明報專訊 一份由求職網站公布的調查顯示 內地32個主要城市的民職職位平均月薪為6320元人民幣 夏同 其中 北京市以7873元高居榜首 廣州則明顯落後於其他一線城市 白領月薪5928元 名列全國第十位 32市調查深圳排第三次聯招聘日前發布的第二季度 中國僱主需求與白領人才供給報告 北京以月薪7873元居榜首 第二為上海市7546元 深圳以6935元為居第三 第四至十名城市依次為 杭州 重慶 蘇州 成都 寧波 毛石和廣州 支聯招聘透露 報告結果是從其系統後托全國企業招聘和白領需投的大數據分析得出 從各城市競爭指數來看 遼寧瀋陽以34的競爭指數高居榜首 即平均每個職位有34人競爭 其次是四川 成都 競爭指數為33 蘇州以30.3的競爭指數為居第三 吉林長春競爭指數為29.7 再32個城市中排名第五 遼寧瀋陽職位競爭最大全國人財工稅競爭平均指數為29.3 即平均一個職位收到29.3份履歷 至聯招聘高級職業顧問黃藥山分析 下季職位競爭指數中 瀋陽、大連、長春劑新前五 這與東北經濟結構轉型有關 分析稱 北上廣深的職位競爭指數均未進入前五位 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白領選擇離開北上廣深 千舉自經濟發展形勢較好、發展空間大的二線城市